我悄悄地问一句 这周你们频道的管理 不是中国网友吧 不是啊 这周我是管理 咋的啦 嘿 不是中国网友就行 不然他老踢我 中国那地方就是不对劲 哎 那地方有诅咒 有诅咒 你干啥呢 吓我一跳 美国老爷喊什么 大早上的 一亚洲频道你就喊 你啥门高啊 中国那地方有诅咒 真的 我不骗你们 没错 那地方邪门 哎 太邪门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有事就好好说 又诅咒 又邪门的 要相信科学 我是相信科学的 但是近期发生的这些事 它科学解释不了啊 那到底 中国哪邪门了 啥玩意儿科学解释不了啊 不断时间 我们有一家鱼鹰 在日本坠毁了 都知道吗 现在我们一家F16 又在韩国坠毁了 你们说邪门不邪门 那你去找日本跟韩国呀 你说人家中国干嘛呀 你们美国人 什么流氓逻辑 在日本跟韩国坠毁的 女爱人中国啊 我们在日本跟韩国 住军为的什么 为的不就是 正是个中国吗 完了就老出事 这不邪门吗 你们老出事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就问你啊 你们那个鱼鹰 和F16出事的时候 中国做什么了吗 他们做什么了吗 他们什么都没做呀 这不就结了吗 你们自己出的事 人家啥也没做 女爱人家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做 我们却老出事 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你咋就不能想想 你自己的原因呢 是不是你们自己做错了 我们哪错了 我们能有什么错 我们从来都没错过 那你说人家也得讲证据吧 你有证据吗 我有证据 我能证明中国那个地方 邪门 日本人有证据 日本人有证据 啥证据你赶紧说呀 每次刮大台风的时候 大台风 明明都是奔着中国去的 结果眼看着 就要在中国登陆了 那台风就突然拐弯了 直奔我们日本 这还不邪门吗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吗 啊 台风 你要是说这个的话 那这个 那科学真解释不了 有什么解释不了的 那说明台风都烦你们日本 你说你们得都招人烦 干脆来个超大型的台风 直接给你们催没了得了 那可不行 日本不能没 还得给我们挡台风呢 给你们挡台风 你说的这是人的话了 问题是 你除了给中国挡台风 你还有别的作用吗 日本人说的对 这就是证据 为什么台风要去中国 结果拐弯去了日本 为什么 为什么台风会拐弯 我来帮你们撑场子 你们找个好点的借口 行不行吗 这台风他 他不诚意啊 你那抱脾气呢 三哥 把日本跟韩国进言 美国跟英国踢出去 对呀 这都我是惯例啊